平川说的近天天凉不瘦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TD的非主流对抗 希望大家喜欢 好,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 地图选择的是TS 也是一张比较大的EV地图 出生在地图 左上角是蓝色的暗夜精灵ID 叫有块肥皂 那剪还是不剪呢 主要是看看后面有没有人 是吧 有人的话还是不要剪 否则会非常危险 好,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 出生在地图的右下角 红色的亡灵 一说到肥皂有点紧张了 红色的亡灵ID叫20厘米 多一点 这就是知名主播TEDTD 我们看一下这场TD又随即到了亡灵 他的亡灵整活可是整得飞起 我们看一下开局的话 又是后造祭坛先造地穴 之前的话他用这套战术 首发的是恐惧魔王 然后开矿 出农民把对方给A死了 我们看一下这一局啊 暗夜精灵选择的是DH 恶魔猎手的一个手法 好的 那暗夜精灵打了应该会比较常规一点啊 小精灵满地图布局一下 是吧 先把视野给做好 好 TD的话这里 拿个小精灵 拿个小狗去侦察一下 什么情况 对方是小精灵 而且侦察的很到位 这边祭坛没有点料 那这个小狗应该是去买英雄的啊 好 DH走出祭坛 这里已经开始练了 暗夜精灵打得很奔放啊 上来是练商店 我们看一下 TED这边会选择谁 选择的是炼金 炼金主身硫酸 炼金的话应该是主打输出了啊 首发的话主打输出 二发的话有可能就是辅助 说话加血 DH开局打了一个恢复药水 那这个装备来的时候一般般 TED这边 哎 开局就弓转啊 相当的爽 那这里要不再长个弓转啊 流寇巫师 整两个弓转到手 开局两个弓转 再配合他这个输出 感觉这个英雄 爆表啊 好 DH找机会去搞他了 这边 哎 投环也不错啊 一投环一弓转 很nice DH上来抽你一下 好 升到了二级 双线再练啊 升到二级了 那这里练金的赶紧回家 回家的话 被对方消耗的很难受 TED的话 哎 他没有上来就开关 而是选择升本 追击双方的科技 都会比较的快啊 好 这边从对方家 追到了 从自己家 追到了对方家里 赶紧撤赶紧撤 哎 你赶进来会围杀哦 幸好家里冰塔没有升 家里没有升冰塔 非常极限 又买了个骷髅棒 这边DH买个鞋 买个单船 是吧 有种你来围杀我 围杀我 我就走给你看 这边的话 这边的话 暂时没有买腐蚀之地 所以还是选择练击 这边AC的话 也开始过来了啊 这边应该是找机会 看你练击 哎 听说你想练击 看见了吗 哎 看见了 看见了 好 这里又打了一个工转 哇 这一局的话 这个练金的装备 确实给力啊 反正 他这个技能点的 也是主打输出 好 上来A掉一条小狗 这边练金 也是终于到二戒 二戒之后 升个化学狂暴 疯狂的卡位 升个化学狂暴 他的移动速度 会非常的快 出刀的速度 也很快啊 是吧 即便是有女朋友 也不会影响 我拔刀的速度 再来一刀 但是DL好像也很刚 嗯 练金表示 打扰了打扰了 先回家补个状态 暗夜精灵的话 这个部队 慢慢的 往对方的半场来靠 小精灵 挂着AC妹妹 哎 找机会偷练一下 对方的一个小狗 练金还是要练 还是要练 好 随手把一个小动物给干掉 那这里练三个一级 看能打一个什么好的装备 DH又来陪了 DH的话是有斜的 比较灵活 这里话学狂暴一开 又想围杀 反应过来了 赶紧走 练金的话 整了一个智力加三 装备还是很不错啊 这里还想围 小精灵想抱一下骷髅 有两个骷髅爆掉 哎 能爆掉吗 好 找机会来抱 那抱的过程中 自己的AC也被干掉一个 两个骷髅爆掉了 接下来的话 家里也没有再有小狗在哪 直接杀AC 杀两个AC 杀第三个AC 第三个AC赶紧跑 这里残下的小狗也跑 哎 骷髅招两个 哇 这个维杀 非常不错 特德的维杀 连英飞都肯定啊 他说 特德的维杀 确实还是可以啊 好 上来的话 直接把这个DH给维杀了 那交个TP 这一波维杀价值千金 维杀成功之后 刚好奥本也已经升好了 暗夜精灵的奥本也已经好了 那看一下二英雄 嗯 暗夜精灵选择的是 那家 哇 还是打的比较的暴躁啊 这边特德是选择开矿 特德一般玩非主流 还是要开矿 有矿 有钱 才能整活 就像社会上 任性的人一般都比较有钱啊 没钱的话 任性不起来 好 我们看一下炼金这一波 打了一个什么好的道具啊 打了一个指环 护甲 提高一下 这里开着化学环爆链接啊 速度确实快 刚好这个时候 暗夜精灵也在炼 别说啊 双方这个节奏还差不多 是吧 升本的时候 二本期间就搞一波 二本好之后 开个矿 然后发育一下 出点兵 找机会再打几架 有意思了 好 暗夜精灵直接扔这个生命之术 嗯 泰的这边的话 也是放下了矿盖子 好 二本生好 暂时没有升三本 放下一个诅咒省电 哎 那应该是要出库罗法师 库罗法师 可以加个狂热啊 狂热可以加攻速 然后炼金本来 化学狂暴攻速就很快 再双层叠加一下 哇 这个画面不敢想象啊 应该是一秒钟 A3刀出来是吧 咔咔咔咔咔咔 好 我们看一下DH继续炼 那加的话 在后面蹭经验值 鞋的话 给了这个那加扫大还是比较体贴的 是吧 毕竟那加啊 有可能是美杜莎女王 嗯 好 我们看一下暗夜精灵 有没有升三本啊 暂时没有升三本 那没有升三本就出小路 出小路的话 打对方的这个小狗 还是比较克制的啊 这里到三级了 盒子出来 补个状态 二本 暂时没有去升三本 分光的话 塔升起来 还是比较稳啊 好 DH这里也快到三级了 练一下这个地精实验室 现在双方又是和平发育的一个阶段 这里买骷髅棒啊 继续招骷髅 哎 门口的点 好 后面再练 先往外面的点练一下 那加这里把野怪勾出来 买了个房门机器人 增加一下战斗能力 家里还是没有升三本啊 暗夜精灵好 开了个矿 所以木头稍微的有点缺 另外一边的话 练精也开始整了啊 地精实验室 哎 骷髅法师已经开始来了 骷髅法师这个单位出的很爽的 上来的话给你加个狂热 后面的话可以招骷髅 好 这里也买了个房门机器人 确实双方的节奏几乎都差不多 什么时间点 练什么练哪里 干什么事 几乎都一样 练进四级了 打了个强机光环 强机光环出小狗是没啥用啊 最好出蜘蛛 但蜘蛛的话 跟练一级好像又不是很配 DH三级了 那加到了二级 这边 哇 刚才整了一个奎靴啊 奎靴对于DH来说 刚好也可以加攻击啊 因为他本来也是个敏捷型英雄 好 炼金 狂热 再加上化学狂暴 双三迪加啊 这样的话 他出刀的速度会非常的快 应该是拔刀的速度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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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快 好 打了个吹风 吹风还是不错的 骷髅一招 吹风拿起来 暗夜精灵 这里整了个什么好道具啊 衍生斗篷 科技情况 还是200 没有升300 好 矿马上开出来了 那TED是率先升三本啊 三本一升 这边还在出骷髅法师 练的差不多了啊 现在练进的话已经4.7级了 哇 单英雄练效率就是高啊 这个点要不收一下 收完你就到5了 这里没有 哎 他现在是想找这个小点一练吗 小点刚才已经被练的差不多了 这里还有三个一级的小怪 三个一级小怪 好 这一局的话TED是双C位啊 两个英雄都主打输出 两个C位 那接下来就看一下 深渊领主的装备会怎么样了啊 好 这里滑雪狂暴一开 又开始疯狂的练击了 另外一边 我们看一下 暗夜精灵是不是想进攻了啊 暗夜精灵有块肥皂 现在是44人口的一个部队 TED的话是46 这里有没有升三本啊 终于开始升三本了 他本来是怕对方来进攻啊 所以是二本 出小路 结果对方没有过来进攻 那他还是选择升三本 资源的话 现在500多块钱 TED这边我们看一下 哇 两个英雄都加个宽热 攻击的速度都会非常的快 这里小狗的状态稍微的有点差啊 好 哎 过来过来 抓到对方了 对方刚好走开 好 对方自信回头 哎 他也回头 怎么突然看见对方了 正心拉好 这里化学狂暴一开 开始切了 哇 这个速度有点恐怖啊 好 闪电叉 教你一下 这里想杀绿皮 绿皮保存回家 DH扛不住了 哇 这两个CV输出确实有点给力 那家往后撤一下 这里通过拉扯消耗对方的一个小狗 DH要小心哦 如果对方没有一个远程输出啊 都会进站 只要跟对方保持一定距离 哇 这个小路被切得差不多了 暗夜精灵有点贪啊 刚才如果及时撤退的话 就不会那么亏了 好 这那家还想反杀对方五级英雄 想的有点多 这里切 哇 一秒三到屁呀 屁呀 屁呀 切掉 DH只能光杆斯林跑了 这一波暗夜精灵瘫了呀 他的想法是 我小路可以点控一下 给换的小狗 没想到这两个英雄不讲道理呀 攻击的频率实在是太快了 好 打完这一波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资源啊 暗夜精灵还在转小路 哇 风之古术 我感觉这个暗夜精灵有想法啊 两个风之古术出什么 出风得吹风吗 出精灵龙 有可能出精灵龙 对付一下对方的一个骷髅海 这里深渊 单独自己练了啊 因为大哥已经五级了 打野怪也没什么经验值 分框开着 现在太太的话 刚才将近两千块钱啊 哇 三足周神殿 出这个 雨妖 雨妖绿帽子一套 不怕对方的一个闪电叉 深渊的话 现在又打了一个吹风啊 三级了 三级之后 升个二级的一个分裂输出 嗯 有点猛 我们看一下暗夜精灵 好 开始转熊了 三本好 转熊 就和对方硬拍 然后这里转点精灵龙 小路驱散 嗯 想好了啊 也看见对方有骷髅法师了 炼金回家 补了一个状态 现在的话 王林好 赶紧靠进来个盒子 回状态吧 大哥的状态有点差 关键大哥没有生加血啊 剩的还是一个化学恐怖 一个一个流酸炸弹 主打输出 就是双C的一个打法 骷髅去侦查一下 暗夜精灵现在存款500多 Ted又2000多了啊 Ted的话一直在压50人口 暗夜精灵倒是早早破了50 这个破的的话没效力啊 你暴兵速度会非常的慢 这里Ted想办法 这个深渊领主 等级怎么起来啊 深渊现在的话 有个大雪 有个雪牌 装备还是很不错 然后大哥这里公爪 投魂 哇 他所以主C 还是给这个炼金吧 深渊领主呢 是偏肉的一个打法 来了来了 大部队要开始冲了啊 现在是女巫 女妖 加上 这个骷髅法师有点多 先补个状态 哎 这一部暗夜精灵 想整活 买飞艇空头 杀这个 小农民 还是比较爽的啊 这里果然抱金金融 用金金融来对付一下 对方的一个骷髅法师 现在来了 两天金金融一看 嘿 地方没走 就能在守着家门口 这里能强冲吗 暗夜精灵60人口 王林只有一有50人口 好 空头下来 这里直接垫一下 对方的一个盒子 深渊切谁切谁 切这个DH DH现在比较肉 哦 但是切得好快好快 哦 我的天 这这这这这 这叔叔这么高吗 见面值得把他给切没了 王林没什么输出单位啊 就要这两个英雄 那家过来 哎呦 打扰了打扰 走过路波 我刚过来 战斗已经结束了 哇 这个炼金的输出 确实给力啊 主要是 本身攻击也高 再加上这个攻击的速度 一块 4级DH 两下被他给切没了 赶紧交TP 好 加门口这个点 继续让自己的深渊领主 单独吃一下 这一局 看深渊领主 能不能到5级 5级之后 3级的分裂输出 也是不得了啊 后面再加个狂热 是吧 也是疯狂的切 好 暗夜精灵这里 接下来有熊了啊 熊趴下 要开始硬撸 现在熊打对方的 一个骷髅法师 不太好打 说实话 靠精灵龙 精灵龙看看 能不能把对方的骷髅 给处理一波 水烟灵这里 打了一个敏捷 加3 吼叫 吼叫还行啊 团战的时候 一开吼叫 还能提高一个输出 好 太太也开始爆人口了 哇 瞬间 从武士爆到77人口 对方的话是68 暗夜精灵这一波 还想搞一波 现在精灵龙 升好了两攻 好 太太选择 开自己的第二个分框 不知道暗夜精灵 能否发现啊 诶 这一个 转头一看 省了啊 哦 原来你还想开框 直接拆 这里 太太刚想去输出 发现诶 对方好像先来了 这里能回头吗 好不回 直接冲 拆对方的一个分框 我这暗夜精灵 开始玩了啊 双齐美拉西木 想出齐美拉 那这里 对方已经开始进攻了 退的一看 出齐美拉 有想法啊 那这里暗夜精灵 想冲 地眼举的话 身上有血瓶 有无敌 问题不大 这里王林的话 霍啊 骷髅法是有点多 配合这个角落车 拆建筑会非常的快 双英雄 加上狂热 攻击速度有点猛 这里双方互相拆分框 这一举的话 双方的节奏都差不多 打法四度是吧 差不了多少 好 这里骷髅是真的多啊 TED瞬间报到了80人口 这里 完了 分框马上要被拆 TED要交TP了吗 哎 这里齐美拉西木 他还没有取消 好 直接交TP TP一交 哎 这个TP的位置非常的差 哇 对方的这个精灵龙 刚好把你的部队给包围 哇 瞬间 骷髅法是全部残血 这个TP的位置 差点把这个TP没了 哎 看一下神圆灵主直接吃了一个大雪 哇 有点搞不动啊 哇 直接没 神圆灵主倒下 DH倒下 六级炼金 也要倒下 那家成为最大赢家 哇 这一波团战 真的是刺激啊 好 这一波打完 TED的TP位置相当的差 这几个精灵龙 真的是把他们给融化了 那接下来 那家五级了呀 这里闪电叉有没有 把骷髅给处理一波 哎 这几个角落车 没有上车 慢慢过来 哇 刚才TED的TP 真的是太差太差了啊 好 那家这里 把对方的一个车子 给处理一下 如果骷髅有点多 打不过 这几个精灵龙 好硬好硬啊 闪电叉 好 这边的骷髅法师 又倒下一片 这又吃了一个蓝瓶 这边是招骷髅了 哎 完了 完了 这对方给你上个残位 你以为我们这些骷髅 是好欺负的呀 哎 那家也要倒 哇 至此为止 这波团战 四英雄全倒 哇 这是史上最刺激的一波团战 好 我们看一下 盘点一下大腕这一波 暗夜精灵300多块钱 39人口 配的的话 也是40多人口 现在1000多块钱 存款稍微多一点 双方的话 暂时还没有人买英雄 都是慢慢复活 这五级六级英雄复活起来 要猴年马月呀 暗夜 继续出雄 这边 齐美拉 新闻造在这里 好像也没有钱去出了呀 分关被拆 亡灵的话 矿盖子保住了 最关键 矿盖子没倒 是吧 英雄死了 问题不大 只要有钱 我就可以东山再起 好 这边的骷髅 马上又去地方家里搞事了 摸一下小精灵 是吧 拆一下你的矿 都挺好用 这里 泰德 补了双地穴 他应该是想出天鬼了 出天鬼处理一下 对方这个精灵龙 太猛了 深渊领主三级 复活起来 非常的快 但是接下来 六级的大哥 复活起来 就没那么快了 另外一边 DH 因为倒得比较快 也复活出来了 骷髅 满地图侦察 处理一下 对方小精灵 泰德的话 还是对这边 分框念念不忘 第二边分框 还是要开出来 刚才那个TP 真的是记忆犹新 实在是太经典了 TP的位置 非常的差 基本上被冰龙 全部包裹住 好 DH 出来之后 要赶紧打架了 又过来一开 又发现新大陆了 对方是真的 对这个框念念不忘 泰德 这里 骷髅法师 非常的多 骷髅法师 给对方上个残废 也是很限制 对方了 DH 来了 身上有TP 有无敌 好的 那这个框 还是开不出来了 他也在这里 过来 扛一波 没有去守 他还是等自己的大哥 说玩的 就是这个炼金 炼金不出来 团战 必须不能开 开了就没意思了 是吧 现在两个角落车 嗯 扛罗法师 深渊领主 现在是3.7级啊 离5级还是有点远 还能等 暗夜精灵 哎呀 完了 暗夜精灵没有开矿了呀 那不耐揍 你要是有双矿在 后面还好打 打了又来又回 这一波只有单矿 这一波团战 打完暗夜精灵就要美呀 如果有双矿的话 玩起来比较开心 哎 这里直接买活 那家 有那么多钱吗 还是别啊 慢慢复活吧 估计那家都快复活 你花钱买 可太贵了 好 DH收割一下 这边残血的怪 这边炼金出来了 出来了 哇 炼金6级 复活起来是真的慢 暗夜精灵想在酒馆抓对方 不过对方没有在这里复活 这里5级那家 马上复活了 接下来这波团战 应该也会很刺激啊 哇 王林又是80人口 这暴冰暴的真快 刚才80人口瞬间融化 这里又有80人口了 四个角落车 哇 满冰的一个骷髅法师 后面这个骷髅也会非常非常的多 眼睛终于是重出江湖了 好 绿帽子一套 我这一波的话应该会很硬啊 没有那么容易被对方给击杀了 这个部队很多 看看怎么编队啊 不要把自己单位给卡住了 哎 双方的话 又换了一个方向 又是你来我往 这一波的话 哎 防目机器人要看见对方了啊 一看 哇 吓死我了 怎么那么多部队 赶紧跑 撒腿就跑 撒鸭子就跑 现在暗夜精灵赶紧回家 要不要叫TP啊 这一波好像不太好防 小精灵能不能拉出来就抱一下对方 这个骷髅法师太多了啊 好 假如车阵型站好 骷髅一招 呼 骷髅招出来往前写顶 是吧 你净化 你驱散一波 我又来一波 好 暗夜精灵不欢不忙 从后排过来 这里兵键一下 把对方的车子给搞掉 你车子不搞掉 小路站不住 精灵龙又来了 哎 可以了 又开始垫对方了啊 立起 往前冲 现在 哇 这骷髅法师 这输出太给力了 残废一开 瞬间五级DH被融化掉 好 TP的瞬间五级拉加也被融化掉 暗夜精灵直接打出机器 我们恭喜TED 这一局这个六级的炼金手说是真的恐怖啊 我们再次恭喜TED 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